所以呢这个昨天呢我们就是会有讲到关于到气化跟液化咯 还是一样就是气化呢就是从液体变气体 然后液化的话呢就是从液体变 那从气体变 呃 sorry sorry 气化的话呢就是液体变气体 然后液化的话呢就是气体变液体啦 有一点绕口铃 看好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气化的话 他其实就是会有蒸发 跟沸腾咯 他就是会有蒸发跟沸腾 这个是他的两个例子啦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 昨天我就是会有讲过有关于蒸发是怎样的啦 所以一般上的蒸发呢他都是会发生在液体的表面 他都是会发生在液体的表面 所以呢液体的表面 他其实如果你讲那一个液体表面 他的分子运动得比较快的话 啊他那么他就是会跑出来 只不过呢因为毕竟 在液体里面 他的分子的运动快慢就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就是他内部呢 又有这一些 引力的作用拉着他 所以呢就导致这个蒸发的过程 不会那么快了 他没有这样快也没有这样明显 所以呢就是 昨天我也是有讲到 如果你讲你把一杯水放在室内的话 其实你要等到很久 那个水位才会降低一点点 呀 所以呢这里的话他就是会 讲到 蒸发其实是 没有那么快的 只不过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些东西 来 真 来加快这个蒸发 好 所以呢 其实呢我们就是可以 运用这一些因素了 比方说温度啊 表面积啊 或者是 空气的流动等等之类啦 好所以呢这一些 其实 如果你讲温度越高 面积越大 那个空气流动越快呢 你的蒸发 就会越快了的 所以呢 其实这一些都是 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啦 这一些我都是有讲过昨天 然后呢当然 如果我们讲 沸腾的话呢 沸腾的话 他就是 整个 啊 外部跟内部 全部的啊 就是表面跟内部 都有 呀就是说液体的表面 跟内部 他都是 同时进行着 剧烈的 企划现象 呀 一般上 沸腾的我们都是 自己去加热 呀 好 我们都是加热他了 好 故意去加热 好 比起蒸发来讲的话呢 沸腾 他是会比较快的 呀 因为他同时就是 表面跟内部吗 蒸发就只是单单 表面罢了 OK 好 蒸发呢 就只是单单表面 然后沸腾的是整个的 所以呢 他当然是会比较快企划咯 啊 所以呢 这一些呢 就是 昨天 是真的有讲的啦 所以呢 那这里的话呢 那这里的话呢 沸腾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画 那一个图像哦 其实呢 他就是 会让我们获得着一个 所谓的 飞点哦 好 他就是跟你的 熔点跟凝固点一样啊 啊 当你的那一个 你的数据哦 尤其是你的温度哦 在某一个 时间段之下呢 他会达到 水平端的话 那么这一个我们就可以把它 当作是 飞点哦 呀 哦 因为其实你的那个图像呢 他就是好像 阶梯这样的 那好像阶梯这样 我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你的熔点 啊 然后再上的话呢 如果他又再有出现多一个水平端的话 那么这一个 一般上是飞点啊 呀 哦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会有 好像 阶梯这样的 OK 哦 所以这一个就是让我们 呃 如何 获得着一个所谓的飞点哦 如果你讲水的话呢 那水当然就是 一百啦 呀 水就是一百咯 啊 呀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呃 当然 这一个 这一句呢 其实 呃 是一个废话的啦 因为 这个是肯定的嘛 不一样的物质 你的飞点 当然就是不一样的嘛 呀 当然就是有包括那个熔点跟凝固点咯 哦 所以这个是 蛮正常一下的啦 OK 哦 因为毕竟 每一个物质 它内部的那些粒子 大小又不一样 速度又不一样 哈 所以就导致这些温度当然也是不一样的啦 呀 各有所求嘛 所以呢 这里 呃 这个呢 再接下来的话呢 哦 昨天我也是会 我也是讲的 蛮快一下 OK 哦 所以这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 现在那一些油站的 呃 油站公司的 那一个分流技术啦 哦 Betron啊 Shell啊 Cortex这一些啦 哦 所以呢 他们提炼这一些原油的时候 哦 他们就是会用这一些分流技术的 当然他们就是会利用这一个沸腾的原理放进去里面啦 哦 因为毕竟原油呢 它里面就是会有不同不同的成分 呀 哦 然后这一些不同不同成分呢 其实都可以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哦 比方说丁丸 呀 丁丸的话 其实就是用来 呃 放你们的那一个portable的 那个gas 哦 就比方说你们吃那一个火锅 呀 portable的哦 所以呢 他们就装这个丁丸的那个butain gas 在那个火锅 那个打火那边哦 所以呢 你就可以 吃那个火锅咯 看吗 所以呢 这个丁丸呢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来做gas啦 啊 然后呢 当然我们就是会有汽油啊 汽油 大家都懂啊 那个车汽油 哦 煤油啊 柴油啊 重油啊 等等 哦 甚至是润滑油也是 所以呢 它这一些其实都是可以依靠着 他们各自不同的飞点 哦 来把它们分离出来 呀 哦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会有分很多层的 一层一层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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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慢慢 分离出来了 哦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啊 OK 哦 所以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啦 OK 所以貌似呢 是很简单 呀 其实呢 这整个技术 还是要去上 啊 就是还是要 呃 去 多多学习的 哈哈 呀 听起来 听起来 讲是很简单的 可是呢 这一个呢 是有很多东西要去学 哈哈 OK 好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 然后呢 再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低飞点 物质的用途 呀 就是说 比较低的飞点 就意思是说 比方说水是100嘛 啊 你讲低飞点的话 就比方说是 以米 OK 啊 然后酒精 等等之类 哦 液态氨也是一样 哦 它们都是低的飞点 哦 液态氧也是 你看 氧 液态氧 它要-183度 它才会变成液体 我们的氧气 呀 我们氧气 哦 -183才变成液体 呀 超过它就变成气体 呵呵 呀 所以呢 你看到 它要很低 很低 很低的温度 它才变成液体 啊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飞点 是多么的低 咯 呀 氧气也是一样 你要-253 好 氧气也是 -268.9更低 呀 哦 所以 你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低飞点的物质 啦 所以呢 这些低飞点的物质 哦 比方说是绿蚁蚂 呀 哦 它其实是可以在我们皮肤那边迅速气化 然后吸收热量 然后呢 其实我们受伤的部位呢 变冷的话 你就可以 止痛啊 我们讲 呀 一般上如果你讲那些运动员啊 啊 突然间 呃 脚抽筋 呀 跳太激烈了 OK 脚抽筋啊 还是什么的话 啊 他们就是会利用这一些低飞点的物质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了啊啊啊因为毕竟冷冻呢其实是有止痛的作用的啊不会讲很好可是呢至少好过没有啦呀至少好过没有咯呀他就是会舒缓一下啦他的那个痛感 OK 然后当然这一个发射火箭呢其实也是可以啊就是他们的倒流倒流灶那边就是有大量的水呀然后尾部的高温火焰就是死水气化 然后吸收热量达到降低温度的作用啦等等之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呃利用这一些低费点的物质来在我们一些些的用途上面啊呀好所以其实呢如果你讲你去找那一些internet啊还是什么的话这一些用途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个例子啊呀好只是在我们课本里面他就只是给一些些例子吧啊呀给一些些例子啊所以呃 呃有一同学不要在那一个check那边spam哦看啊如果你要testing的话你可以找一些东西来testing啊不要在check那边spam啊如果你觉得你的网络不好的话你可以就是退出再进来多一次 然后哦不然的话我一直去注意那一个check OK哦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好这里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想一想的那一边啊 啊要想一想那边所以呢你们就可以 呃把这一个答案写下去啦或者是如果 来不及前呢你就screenshot下来就可以了 啊你就screenshot下来 OK哦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他就是讲要啊就是这个图吧22就是只锅 烧豆腐 呀 只锅烧豆腐 OK哦所以呢其实呢在这里的话呢为什么他就是会问到你就是他用纸 来烧那个豆腐吗 然后可是纸呢为什么他不会着火 呀 他为什么不会着火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因为他里面有装着 呃水 呀还有装个水 然后呢那个水的飞点呢是100度 OK哦 水的飞点呢是100度 所以呢在水烧干之前呢 那个纸锅的温度是不会超过100 呀 所以呢就会导致那个纸锅他是不会燃烧啦 呀 他是不会燃 不会燃烧咯 所以呢其实这个为什么我们可以用纸锅烧豆腐呢 因为那个水 然后他是不会 呃 弄到那个纸锅的温度超过100 呀至少水呢他会冷却这个纸锅 呀 水会冷却那个纸锅 啊 呀 他就是要他就是会 make sure那个纸锅的温度不会超过100 啊 呀 如果你讲那个水完全没有掉的话 那么那个纸就会燃烧起来了 呀 那个纸就会燃烧起来了 啊 OK吗 这里 啊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啊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其实也是要讲到就是导热那一些啦 呀 因为毕竟他里面就是有水嘛 所以他就是至少他冷却这个纸 啊 啊 他不会让这个纸的温度超标 OK 啊 所以因为因为燃烧的话 哦燃烧呢其实他就是必须要有条件的啊 啊 温度是其中一个条件 你的温度要达标他才会燃烧 呀 所以呢现在我们用水来降低他一点的温度 啊 哦就不要让他超标啦 呀 所以呢他就不会燃烧 啊 这一些呢这一些知识呢你们要上到初二那一边 你才会有学到啦 呀 就只是我现在呢就给你们一些些的额外的知识了 啊 燃烧他其实是要有条件的 他不会随随便便燃烧 啊 啊 他就是要有你的那个燃点 啊 呀 燃点啊 燃点是其中一个 就是他的温度要达到某一个阶段 他才会燃烧 啊当然你的氧气是其中一个啦 呀 所以就是 这个是你们 明年才会学的啊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哦 所以来不及操你的screen数下来 给 所以给你们5秒 5 4 3 2 1 呀 所以我们再接下去哦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就是会有讲到 沸腾跟 蒸发的 呃共同点跟不同点啦 呀 相同点跟共同点是一样啦 呀 所以呢其实呢 蒸发跟沸腾的他们都是一样是企划现象 呀 他主要就是吸收热量 一旦他吸收热量 你四周围就会冷 呀 你四周围就会冷掉 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 呃 他们呢都是 在液体 和气体的分界面上发生的 OK 他都是在液体和气体的分界面上 发生的 所以呢 气体跟液体的那个分界面的就是 这一个图像的 类似好像图像这样的 呀好 之前我们学到就是熔点了 呀 熔点的话呢 这个 呃 停顿下来的这一个温度呢 哦 就是他保持不变了 这个界面了 这个分界面了 其实就是比方说如果你讲熔点了 他就是固体跟液体的分界面了 啊 啊 他就是好像类似好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他 准备 啊 要步入下一个状态了 呀 所以呢我们的那个 企划的话呢他也是 一样咯 他就是要有这一个液体跟 气体的分界面了 呀 他就是要在总结那边 就就像跟你们 玩游戏啊 那一个check point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 check point OK 啊 然后呢 第3题的话呢 呃 第3的话呢 就是 他们都是运动的例子啦 呀 然后 跑离 啊 跑离 液体进入气体的过程咯 啊 就是他们的例子 啊 运动到太快了 然后跑掉 呀 然后就是会从液体变成气体啊 呀 跑出来哦 啊 然后呢 如果你讲特点的话呢 啊特点的话这个你们要知道啦 啊 因为蒸发呢都是会发生在表面上 沸腾了两个 表面跟内部 啊 啊 然后沸腾是很快的 因为 我们就是 加热他吗 呀 故意去加热啊 呀 加热他到一个很高的温度 啊 他就沸腾了 OK 然后蒸发呢 我们就让他 relax 呀自己来 嗯 OK 如果你讲蒸发的影响因素呢 啊 所以就是那 啊 昨天有讲了咯 温度啊 表面积啊 跟气流了 呀 如果你讲沸腾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要讲到气压的大小了 然后 气压的大小 嗯 OK啊 气压的大小啊 OK所以呢他就是气压呢他会改变你的他会影响到你的沸腾 干嘛 啊 所以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啊 啊 啊 所以呢 没有问题啊 啊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接下去啊 所以呢再接下去的话呢就是液化的时候 OK哦 该上面全部都是气化吗 现在我们就到野化的时候了 啊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其实 啊 比方说眼镜片为什么会出现水屋 其实一般上如果你讲我们从 Acon Room 呀或者是你在汽车里面 啊 然后你爸爸 还是妈妈的啊 转那个汽车的那个 那个Acon 转到太高的话 啊 冷嘛里面嘛 然后呢如果你到了学校你出来的时候呢 啊你会发现到你的 今天 哎 这么突然间变 蒙到完全不 啊 这个呢其实是其中一种的 液化的 现象啦 液化的 现象了 好 所以因为 你的那个 在你今天那边的水蒸气哦 然后他突然间就是你一下车了 他 就 突然间你的眼睛变蒙掉吗 所以呢 就是因为那个水蒸气变成液体的缘故 啊 然后呢 他就是会导致会有 水污的产生哦 啊然后呢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讲解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会液化了 啊 他为什么要液化了 啊 所以呢气体呢 其实他在 温度降低 温度降低的时候 他其实是要 他其实是会液化的 啊 啊 气体呢 他在温度降低的时候呢 他是会 液化的 ok 啊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呃 呃 如果你讲要在常温的时候 怎样让他 怎样可以让一个气体液化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靠压缩体积啦 呀 我们是可以靠压缩体积 啊 呀 哦 我们就是可以靠压缩体积咯 啊 所以呢气体呢 他如果有温差的话 他是会液化 温度 太低了 他会液化 然后呢 如果你压缩他的话呢 他也是会液化 啊 只不过呢 这一个压缩体积呢 其实 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是很常见的 呀 就比方说 如果你讲 打火机 呀 液化石油气 就是那个 你 呃 家里面厨房用的那些 gas gas 桶咯 啊 他们其实里面都是液化的 他们都是被压缩的 呀 他们都是被压缩的 所以呢 他把这一些气体压缩到 变成液体的话 然后呢 他就把它收进去一个容器里面 啊 呀 收进去一个容器了 啊 所以呢 他液 他的体积减小到千倍过后呢 哦 他其实就是容易 我们储存他们哦 呀 容易储存他们哦 毕竟气体呢 你都知道嘛 他的粒子呢 就是自由 自由自在的 到处乱跑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液化他 哦 以方便我们储存他了 呀 哦 就是我们要 缩小他们的体积 啊 然后就把它收进去这一个 啊 钢管里面哦 哦 比如讲钢管啊 或者是那一个 打火机的这一个 这一只东西 呀 当然火箭也是一样 呀 火箭呢 其实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储存的 那一个地方的 就比方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叶青香 跟叶氧香 呀好 因为青跟氧其实就是火箭的燃料 然后呢我们讲 所以这些都是啊 液化的过程啊 啊 然后 当然 呃 液化呢 其实他是放热的 呀 液化呢 他是 放热的 OK OK 所以呢 上面这两个呢 他就是在解释到 液化 气体呢 他是什么时候会液化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的就是 温度降低 或者是我们压缩体积 他都可以液化 OK 他都可以液化 这两个了 温度降低 跟压缩体积 他都可以液化 就是说从气体变液体 OK 这两个你们要知道 然后呢 再接下来呢 就是液化 他跟气化是倒反的 液化会放热 液化会放热 气化呢 是会吸热 啊 气化是会吸热 OK 吸热的话 他就是会导致四周围的温度 降低 然后呢 液化的话呢 他就是会导致四周围的温度增加 因为他放热 OK 然后呢 这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是可以在这里解释的 所以比方说 水蒸气 水蒸气 烫伤 就是因为水蒸气液化 然后他放热 就是比方说我们把手 你就是这个 你用那个 那个 那个 煮水 所以呢 他其实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 那个倒水 那个地方 他就是会 出一大堆的水蒸气 如果你不小心用手去 碰他的话 你就是会被烫伤 因为你用手碰他的话 他放出来的那个水蒸气 他其实是会 在你的手上 液化 因为你用手顶着他嘛 所以他的气体 没有地方走嘛 所以他就是会在你的手上 液化 所以呢 一旦他在你的手上 液化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放热的 OK 我们都知道 水沸腾呢 他大概就是一百度 一旦 那个水沸腾 然后他变水蒸气嘛 中到你手上 他液化的时候 他放出的那个热啊 其实就是一百度的 那个能量 热量 一百度的热量 所以呢 一旦你的手 中到这个一百度的热量的话 其实你就是会被烫伤 他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呢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讲水蒸气 他气化的话 其实 真正来讲 他是冷的 因为他吸收四周围的温度 他冷 可是呢 我们去碰他的话 他液化的话呢 他是会放热的 所以我们的手 就是会被烫伤 好 所以呢 这一个原因就是这样了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是这样了 因为水蒸气呢 一旦他有一个阻碍物 阻碍着他的话 其实他是会液化 就比方说 那个 那个 Gattle的 那个 你的 这个的盖 所以呢 其实你煮了水过后呢 你把那个盖打开的话 其实呢 会有一大堆的小水地 凝聚 凝结在那个袋上面的 所以呢 这一个现象是一个液化现象 OK 所以呢 总而言之 气化是吸热 液化是放热的 OK吗 所以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接下去 所以呢 后面这一个就是想一想 后面这一个就是想一想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是解释 为什么 你 碰到水蒸气 你会被烫伤 就是因为这一些 就是因为这一些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看到的白气 都是水蒸气吗 所以呢 我们靠近湖嘴处 温度较高的时候 水蒸气是没有液化的 OK 然后呢 后面一段呢 因水蒸气的温度较低 然后液化成小水地 所以呢 我们才可以被看到 就是说这里咯 这个白气咯 这个白气咯 其实呢 它就是野化的现象来的 就是说那个水蒸气哦 你看啊 从你的那个湖嘴那边出来呢 它本来是透明的 然后呢 那个颜色越来越深 它越来越白色 越来越白色 所以就是因为它野化掉 所以呢 我们才会看到小水蒸气了 就是这个白色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 这个不是 这个白气呢 其实并不是水蒸气了 它其实是水了 小水地了 OK 因为我们肉眼可以看到 对吧 所以就是这样了 然后呢 在这里的话呢 为什么被水蒸气烫伤更严重 就刚才我讲了咯 因为那些水蒸气 它液化在你的手上 因为你的手呢 不是 你的手不是Superman的手哦 你一旦你的手去碰这个水蒸气的话 你看 碰到水蒸气的话 它其实就是会放出100度的热量 所以是很烫很烫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如果你讲 你要去testing的话 你要去testing的话 其实我们手真正可以去触碰 我觉得呢 大概是60到70度左右 你是可以比较舒服的抓着它 这个是因人而异 我的话呢 大概60到70度左右 你是可以去 用手哦 不是用布哦 去feel它 去碰它 如果再伤的话呢 其实是很烫的 会烫伤的 大概6-70度左右了 是可以承受得了 如果你讲80啊 90啊 100啊 那个是会被烫伤 那是会受伤的 可以吗 哦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 OK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这里的话 我当然就是要问你们小问题了啦 我当然就是要问问题了 OK 好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我是会抽那些没有开CAM的学生 当然就是要抓着一些啦 就是看你有没有听课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今天的幸运者 24号 有在吗 24号 24号 有在吗 哈喽 24号 没有开CAM哦 来 24号 有在吗 不见掉了 哈喽 我去关CAM一下 忘记换那个PIT OK 24号 有在吗 去哪里了 如果你 我数到3 你还没有回答的话 我就是会记录下来哦 OK 所以 3 2 1 应该是睡觉 OK 来 28号 28号 28号啊 OK 好 所以呢 这里的话 我要问你一下 就是说 气化 是放热 还是吸热 气化 这个过程哦 是放热 还是 吸热 OK 气化是液体 变气体哦 它是放热 还是吸热呢 你给我一点点时间吗 啊 给你一点点时间啊 给你多久 一分钟 不了 一分钟啊 因为我写下来的东西 我要找一找 好 我们等 28号再找答案 的时候呢 我再 给另外一题 呃 来 37号 37号 有在吗 37号 有在啊 OK 你的问题呢 就是 蒸发 蒸发啊 OK 它是发生在 液体的表面 还是内部 我找到了 老师 OK 啊 所以呢 你 你先想一下啊 所以来啊 好 来 28号 不是 啊 28号 什么答案呢 蒸发是吸热 OK 啊 蒸发是吸热 嗯 那是我写下来 哦 蒸发啊 蒸发其实是气话啦 OK 蒸发其实就是 啊 气话 应该讲的那个什么 啊 气话吗 你们是吸热还是放热吗 对对对 气话就是放热还是吸热吗 哦 所以你的答案是 我这边写到吸热 啊 对啦 吸热啊 OK 来 另外一个 答案 37号 哦 37号 蒸发是 发生在液体的表面 还是内部 发生在液体的表面 液体的表面啊 你说吗 刚才我好像听到你讲内部 哈哈 表面 表面啊 你说啊 说啊 OK 来 对啦 对对对 OK 所以就是这样 你们的 这一些 这一些答案啊 其实都是可以在你的课本那边找到的 或者是我slide这里 你也是可以去download下来去读一下啦 呀 当然你还有另外一个笔记就是你们的作业部咯 啊 作业部呢 其实 每一次啊 如果我有讨论啊 还是什么的话 可以的话呢 尽可能就把那一些笔记记录下来啦 哦 所以呢 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你可以用来去复习 你们的那些评测跟考试的 呀哦 因为我们的学校呢 其实啊 上班年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般上都是会给 大概会有两次的评测 呀 至少会有两次啦 所以呢 在这一个的话 如果我们讲这一个课啊 这个第八章 结束过后哦 我就是会找时间给你们一次评测好的 呀 就是我们总共就是会有累积第七章跟第八章啦 呀 所以呢 我就是过后我会找时间给你们这两个章节的评测咯 呀 小小的评测啦 就是会有选择题跟做答题 呀 就是四十分在一节里面啦 OK 所以呢 就是在这里的话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提早做准备咯 呀 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 那我会给你们评测 我会给你们一个礼拜复习啊 我会提早一个礼拜跟你们讲啊 哦 我不会last minute跟讲啊 不然的话你就多半死 你就多半死了 OK 好 所以就这样啦 对吧 对吧 哦 所以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哦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OK吗 这里 OK哦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记得去啦 因为我还有剩下大概四分钟左右啦 剩下四分钟 物质不是叫occupy space 物质是叫matter 物质是叫matter M-A-T-T-E-R 物质呢 它其实是有mass 它有质量 mass就是质量 然后呢 它也可以占据空间 占据空间是叫做occupy space 物质的名称是matter OK 所以呢 物质的名称是matter occupy space是一个动词来的 OK 动词来的 就是说它的 这一个物质 它会占据空间 它会占用到我们空间 我们就叫做occupy space 这个是它的性质 OK吧 所以呢 这里的话就是可能 如果你讲 你不说啊 不明白的话 不要害羞啦 你可以私底下问我 你可以pm我 就不要害羞啦 我不会吃掉你啊 最多呢 如果你讲你问到那些啊 我认为你应该要会啊 可能我会讲讲你一下 可是不是不会骂你啦 我会啰嗦啰嗦 讲讲一下啦 可是是不会骂你啦 OK 就是尽量 如果你不会的话 就要问 还来得及的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 就是电冰箱的工作原理啊 就是最后一个slide 就是before我们进入8.3 这个是下一堂课 所以呢 电冰箱的工作原理啊 其实它就是会有液体气化吸热 跟气体液化放热 这两个都有 这两个都有 就是说我们整个冰箱里面 它有这两个现象 有液 有液化 也有气化 OK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 它就是会有蒸发气 OK 蒸发气 所以呢 低沸点的制冷剂 气化 吸收热东湿的热量 所以呢 这个热东湿的温度 就会降低 看 里面 它就会降低 然后呢 如果你讲旁边的话呢 冷凝气 蒸气液化 放出热量 液化后的制冷剂呢 就是会回到 这个蒸发气 所以它就是一个cycle 它就是一个cycle 所以呢 只是呢 这些冷凝气啊 其实它们有时候 制冷剂 这个制冷剂 有时候呢 它会用完 它会用完 所以呢 你就是需要 然后你会发现到 那个电冰箱不冷了 你就要叫那些 technician过来 再修理过 他们一般上是会放 这个制冷剂进去 里面 这些呢 一般上是因为 你的电冰箱 用太久 用太久 它也是会消耗掉的 一旦它消耗掉的话呢 你就需要找人来 再refill回去咯 不然的话 你的电冰箱 是会不冷的 OK吗 这里 好 就是这样吧 OK 好 大致上就是这样吧 嗯 看啊 它就是一个cycle 它主要呢 就是要让你的电冰箱的内部变冷 啊 所以呢 你才可以出出你的东西啊 啊 没有这一个东西的话 没有这个制冷剂的话 你的电冰箱就不冷了 OK 所以如果这里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这样哦 因为我的训练要断开了 剩下十多秒 不好 好像是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你们可以离开了 所以断开的话就不用再进来哦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再见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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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